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城邦電台獨破萬卷書》 今次要介紹的是小弟的絕作 《劉德徐上錄》 這本書是2012年初版的 現在是出到第二版 都算是出得多 以這些文學散文來講 在2012年就是我出了《城邦論》的 跟著那一年 《城邦論》是2011年出的 所以出這本書 又不是因為《城邦論》 有一點關係 因為在德國 在自治市 或者在以前的商人自治市 遊歷過 也看過博物館 看到一些以前的地方 沒有主權 但是有商人自治的狀態 當時就當是歷史的興趣 沒有想到在後來變成一個理論 當然《城邦論》沒有在裏面出現 《城邦》這個字也很少見到 這本書其實是一些文學散文 也是遊歷的遊記 之所以寫作是因為90年的時候 去德國遊學 期間告別了香港一批文壇的朋友 當時《年青人周報》的社長 唐耀奇先生 即是Chris Tong 就交代 他說你去到德國 我們香港人 就是用德國貨用得多 或者是啤酒都喝過 但是對於德國的民風 就是不多知道的 他說拜託我去到當地 就多些寫稿 就是關於當地的民情 國情 社會制度 或者是一些文化思潮 甚至是一般的歷史的感懷 都可以寫的 所以我斷斷續續 由1990年到1993年 就是在《年青人周報》 寫一個小小的專欄 那專欄叫做《忽來寶與詩》 因為當時是 學德文期間 就在南德國 就在巴登富藤堡州 就是巴登 Württemberg 就在Freiburg 那裏是 正式的城市名叫做 Freiburg am Reichskal 是因為 稱為Freiburg 就是自由市 Freiburg就是城市 稱為自由市 德國的地方有幾個 瑞士都有一個 所以如果要辨認 哪一個叫做Freiburg 就是要後面加一些地名 或者河流名 例如Breichskal 是地名 所以是Freiburg am Reichskal 即是Breichskal 那個山谷 那個佛來寶市 這些是有些像 在中國那些 上山趙子龍 那些 趙子龍很多 你不知誰是 上山 做籍貫那個 上山趙子龍 地名 因為中國經過郡縣統治 很多地名 去到郡縣 或者縣 很少重複 鄉下就有很多 香港是叫沙田的 廣東廣西很多地方都有沙田 大埔的也是 香港也有大埔 台灣也有 廣東也有 這些是一些小小的樂趣 後來我去了北部 去了Ninersachsen 即是夏克頌州 即是Lower Saxony 一個大學成 叫做Göttingen Göttingen 即是Göttingen 中文譯做 在那裏讀民族學 因為原先佛來堡的體驗比較深 所以那個專欄 一直都叫佛來堡語詩 語是語言 語詩 就是詩籌的詩 即是斷斷續續的散文 感懷的文章 有寫到一些求學的事情 一些浪漫的情史 一些當地學者的交友狀態 一些思潮的介紹 有些很長的文章 是講德國的社會制度 或者二次大戰之後 如何處理猶太問題 或者是立粹黨 當時建立立粹德國 所犯下的罪過 德國是用什麼方法來自省 賠償 和和猶太國 即以色列的地方和解 這些都是在德國期間 學到的東西 亦都很感謝年青人周寶 就是沒有篇幅限制的 它是一個印刷的報紙 但是任由我寫的 寫幾百字就會登在一個角落頭 如果寫到五六千字 索性就給兩版的燈 這個是以前香港那些報章的做法 因為它是周報 它不是每天都出的 以介紹音樂 潮流 文化 詩水 哲學 或者是一些漢燈小說 現在這些都絕職了 這些周報 當時我就在那個社 在德國回來香港 即將回來的時候 就是當時開放月刊的總編輯 金鐘先生 邀請我寫了五篇稿 關於那五年來的回想 所以亦都補充了一些東西 其餘就是大概在2000年左右 《明報》的時候寫了一些 一個月有時候寫了四五篇小稿 《明報》的世紀版副刊 當時馬家輝做策劃人 他都叫我說 你不要寫那麼多香港的東西 寫回憶一下德國有什麼生活的東西 我們亦都將一些以前在年青人周報 或者開放月刊沒有寫的東西 就在《明報》發表了 放在最後幾篇文 所以最後幾篇文 就是離開了德國十幾年之後 回憶寫的 反而寫得是成熟一些 因為我們文學上 有所謂的回憶要在很久之後 才沉澱下來寫得好些 就是《明報》的傳統 就是William Wordsworth 就是一個英國的詩人 浪漫時代詩人 就是說最好的寫作 或者最好的散文 就是在那件事經過了很久 沉思了很久 變成是反省或者是再思考 他英文叫做《明報》 就是再收集一次再寫 所以這本書就是有三種風格的 前那一段 就是《年青人周報》那一段 就是即時寫的 即是即時的感受 中間那一段 就是《開放月刊》 請我做五年來的總結 那個是即將回來香港的時候 《明報》請我寫的五篇散文 就是經過十五、六年之後 沉澱思考再寫 所以可以看到是三種風格 亦都非常難得的一本 記錄了我的風格轉變的散文集 《城邦電台》 《獨破萬卷書》 這次要評的是一本 晚清一個名神 李鴻章的一本書 就是 書名叫《一個人或一個帝國》 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 作者是《雷二》 《二和園》的《二》 《雷》就是雷電的《雷》 就是在香港三聯書局出的 就是2011年出的 大家可能覺得怪 為什麼會評三聯書局的書 這個是現在 和中共的出版 或者和中共有些交惡的時期 在2011年 我就是在報章上面 寫很多稿 應該是六七個報章寫稿 期間就是在 應該在《明報》 要想一下 《明報》的副刊 就是寫一些書評版 所以由於是在《明報》 星期日副刊寫書評 也是很多書局出了新書 之後會寄一本給我 於是會看到一個 比較少人讀的書 就是講李鴻章的奏捷 這本書 它不是講李鴻章的生平 也不是講它打敗太平天國 和和國國開展外交 和洋務運動 那些東西 它是以它的奏章做基礎的 它每一次都算一篇或者兩篇奏章 是講它怎樣開展洋務運動 怎樣是剿滅太平天國 怎樣是 例如是談一些當時的洋務問題 例如開同盟館 即是開翻譯館 開造船廠 設置這個招商局 其實招商局到現在都還有 就是中共的 用招商局的方法 例如有一篇奏章就是 講招商局的制度 即是說 當時很多外國的商船 來上海 天津廣州福建一帶 做生意 做航運 中國的商人 因為中國自己沒有揭船 即是沒有商船 就租英國 或者是荷蘭之類的商船 在中國的奈河行駛 就掛外國的國旗 如果是出了事 或者是稅務的爭執 或者是打劫 失火之類 就投靠外國人處理 就不當自己是華人 當時李鴻章見到這個現象 非常之不妥的 一來就是自己華商 居然掛外國的國旗 有事就找外國人出面 另外就是華商用商船的時候 他要佔的股份是不多的 即是大半份 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是要給了外商 但實際上的資金是由華商出的 因為這個不公道 所以李鴻章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用這個官督商辦 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今天就很討厭 即是想起共產黨中共做的事 但當時都尚算是一個合理的方法 就由官方出資 即是出一些白銀 當時清朝其實富銀很充足 就買了一些船回來 跟著要蓋的 即是買了一些船的材料回來 跟著蓋的時候 就叫商人提供意見 因為他們用開貨船的 如果是對的話 就叫商人落訂 如果商人沒有錢 就由招商局借錢給他們落訂 落訂之後 就蓋好分期付款 給他們用 他就是掛大青的旗 這個方法看起來 好像政府虧錢 一來就要出資起船 二來就要借錢給商人買船 還是分期攤還 他的好處就是 商人不需要用洋洋的船 而且他用中國的船 即是大青的船 就不用自己出錢 政府借錢給他 分期攤還 但他要貢獻給大青的 就是他要用商船的知識 哪些商船是適用的 就是要告訴造船局 於是造船局 就做了一些適用的船 而且他們又下了訂 雖然那些訂金是清朝借給他們 但名義上他們也下了訂 所以做好船的時候 就馬上有船用 就不會放在一個倉上 然後叫高價錢 又沒有人要 然後壓低價錢 然後就虧 因為一旦造好船 等商人買船 商人可以聯營 可以聯手托價 要不就不買 要不就買貴 要不就抵制 這樣就很難做 這個方法就使到 商人可以參與造船 和借了政府錢 當然這個是無可奈何的 原先應該有 中國應該有自己的商業銀行 來到融資 應該有自己的造船廠 造船公司 但這個太遲了 因為英國的船已經來到中國 資本已經來到中國 中國要和英國或者荷蘭競爭 只能夠用國家出錢 剛好 幸好當時大清是因為有絲綢 有各種的土產 例如茶葉、瓷器那些 在歐洲也非常暢銷 當時賺了很多白銀回來 只是有銀用 有銀用就不同了 跟現在沒有銀用 中共一來沒有銀用 二來有借錢 借香港錢 那些情況很不同 所以大清就是 你見李鴻章做事 就是大手大腳的 而且是非常體貼 華雙 因為富銀很充足 因為當時中國輸去外國的工業品 工藝品 都仍是非常精巧 而且是很長的歷史 由明代開始 又通商去波斯和外洋之後 跟現在開放改革 那些由頭做起 甚麼都要由外國輸入的情況 不同 即是來料、設計 都要偷人 那些就不同 以前大清都還可以 這裡是講了很多 李鴻章用奏捷的方式 就是交代了洋務、商務、剿匪 還有一些李凡 李凡就是跟外國做邦交 那些種種的討論 他是用一些很客氣的言詞 是寫給同治皇帝 或者江水皇帝 但是裡面的內容 就非常之詳實和客觀的 亦都是分析了李弊的 有時是用附體 即是對稱的文具寫 有時是直接用散文 用古文來寫 李鴻章的文筆 以及一些實際的文言公務中文 可以在裡面學到 它裡面亦都有一些註解 詳細講 所以這一本是一個 除了學李鴻章的一生 亦都可以看到它的文筆 看到它的具體實務處事的方式 不卑不抗地對待洋人 裡面有一篇最沉痛的文章 最沉痛的奏摺 就是禍從全案已結結 禍從即是禍 那件禍究竟是跟誰人 誰是頭 全案即是整件案 已結即是議論的結束 總體來說結論在哪裏 接就是就接 這篇是寫給光瑞王的 是關於八國聯軍攻打北京 然後是光瑞王走路 帶著和慈禧太賀走路 接著就是八國聯軍佔領了京城 接著就回來議和 議和當然要找人祭旗 祭旗就是議和團 當時議和團是扶青滅羊 在佼佼鎮打羊人那些 當然裡面有清朝的參與 清朝大臣的參與 議和的結果就是清朝賠了 四億五千萬兩百銀 給這八個進攻中國的國家 此外就要懲處一些官員 所以這篇文 這篇咒接就講到李鴻章 用一些很簡潔 亦都很沉痛 但是很抑制感情的東西 是講哪些官員要裁切 哪些要審理之如此類 那寫了這篇咒接之後 應該就是 四年之後李鴻章就是過世 那當然之前他就退任了 那李鴻章過世之前呢 就是簽了這個新丑條約 就是賠這個四億五千萬白銀 你聽起這個數都驚人 就是在大清時期 億億計的白銀 四億五千萬賠了給八國聯軍 那所以 簽了這個新丑條約之後呢 兩個月之後 李鴻章就是激死了 就簡直是病死的 那這個是看到整個 李鴻章的事患生涯 那當然啦 我們現在那個大清也都不見了 事大夫或者是滿洲大臣 那種風格也都不見了 那我們在看李鴻章那個 奏接裡面呢 其實都可以學到一個 末朝的事大夫 怎樣是支撐著一個天朝 用他的中環拜俠的一些中環術 和一些儒家的人意 加上一些接觸過西洋 那種這樣的外交風格 因為李鴻章曾經是出事過德國的 也都是見過卑斯麥 就是普魯池當時的首相 兩個人聲聲相識的 因為透過翻譯當然 卑斯麥也都很讚賞李鴻章的人才 李鴻章也都很讚賞 卑斯麥就是中興普魯池 中興大臣最重要是得到主相 即是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授權 當時記得應該是威廉一世 授權比斯麥是主持的 國邦大政 但是李鴻章聽到這句話 就是心裡面是說著說著 因為他那個光水王就是一個若君來的 慈禧太后就是心不可測 亦都是外族人 那他是一個漢人 就是視於外族 在太后和皇帝之間兩種權力 皇帝就是制度上的權力 太后就是實際上掌權的 掌權貴族 滿蒙貴族的權力的人 那他是一個漢人 站在中間很難做事 剛巧遇上大清當時 正所謂的遇到世界列強的圍攻 雖然自己國富非常有錢 版圖也非常大 但是這樣中日賠錢 削一下地 簽一下屈辱條約 都不是辦法 所以結果就是 李鴻章離開了德國之後 就回到中國 回到大清 當然帶著這番說話 做事 當然他的功德 或者他的工業 就及不上卑斯默 他就是同一個人才 即當時日本就是伊藤博文 德國是卑斯默 中國是李鴻章 但是因為大清的制度 和異族統治這件事 是及不上普魯士那種民族國家 亦都及不上伊藤博文 在日本明治維新那種民族的帝國出現 那中國還是一個天朝 還是一個多民族的天下 是很難是扁形 轉到去面對這些 新興的民族強國 那李鴻章出示德國 又或者在 在坐船回到大清的時候 亦都遇到伊藤博文 那大家都是非常之哀嘆的 就是人才一樣 但是國家不同 於是就命運不同了 那我們看到這本書 亦都見到 在大清時代 中國是有人物的 只不過是制度造塔了李鴻章 Vinitan 自家特領 曾經 HAS